想買MPV的朋友注意了 這期專門來看MPV 快來到這期的大車搬買節目 那現在已經12月底了 相信有不少的朋友已經進入了準備過年的狀態 那過年的時候 其實最多人想關注的車型 絕對就是一些七座車型 因為大時大節 一起一家人 用一輛車出行 又開心又方便 是不是特別好 所以我們也提前準備了一個 MPV的行情 分享給各位的 而過去幾個月我們大車搬買開業以來 在我們這裡 成交數量最多的MPV產品 各位猜猜 是什麼車是來台MPV 彈幕走起 1 2 3 開股 竟然是大眾的威然 看著這個統計數據 我都覺得意外 一個南方的媒體 可能我們南方的觀眾比較多一點 但是 承銷量最多的件是大眾威然 什麼原因呢 我覺得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價格優惠到位了 所以呢 各位廠家朋友沒有 賣不出去的車 只有賣不出去的價格 如果真的車搞不定呢 可能優惠 可能找我們幫幫你 有點機會啊 那大眾威然的優惠什麼水平呢 它有很多個級別的 首先呢 24款新款的車型呢 它有兩種優惠的 324,800以下的版本 優惠5萬 362,800以上的兩個高配版本 優惠 可以高一點 優惠可以去到6萬 以最主流的 尊磁版車型 324,800以下 這一款來看 優惠5萬 落地的 大概的價格呢 就是 306,000 就買到一台德系 7座的 NPV產品 最新款了 但是 告訴各位啊 在我們這裡 成交的威然呢 是沒有成交過 最新20款的 都是成交 23款的車型 什麼原因呢 23款優惠更大 23款現在的優惠可以去到 72,000到 8,000 之間的優惠 一比 是不是更有吸引力啊 關鍵 23款跟24款之間 其實配置 或他們差異 是非常的微小的 差異並不大 所以 在這個優惠面前 其實很多客戶 都選了23款 如果你們有 需要 喜歡這個車 想關注 也可以過來問問 各個配置的優惠 可能情況點不同 具體再幫你去 倒架分析啊 第二台 豐田的賽拉 這台車其實跟剛剛提到的 威然有點像 也有新舊款 新款的話 23款車型優惠 大概23,000左右 但如果 22款車型優惠 我們問到 可以去到 4萬 只不過 22款車型 其實車並不多啊 各位如果需要的話呢 我們可以幫你去找找 看看有沒有 22款的車型 還有一點呢 就22款車型 可能會比較老一點 有點 庫存的時間 生產 那日期都在 22年底 到23年初的時候 如果不建議的話呢 這個優惠幅度 我認為都可以充一下的 舉個例子吧 22款的 中配 尊貴版車型 指導價是 352,800 優惠 4萬之後 大概算了一下 落地價 348,000左右 如果有興趣 買豐田的 賽拉的話呢 我們都可以幫你了 第3台 本田的 奧德賽 這車型 在珠三角地區 很多朋友喜歡 因為它靈活 好開 好操控一點 而奧德賽的話呢 現在的優惠 珠三角地區 我們問到 可以去到 4萬的 現金優惠 也就是 比較主流一點的 299,800 要翔版的 車型 現在落地價 大概 29萬 就能搞定了 不過 這不是奧德賽的極限 我們還在外省 找到另外的 一些資源 如果你不是很建議 有一些 庫存的時間 還有這個 物流的時間 要等待的話呢 其實最極限 我們問到了 奧德賽的優惠 巨到 5萬8 也就是相同配置的 奧德賽 大概落地價 可以便宜 2萬左右 27萬就能搞定了 當然可能沒有算一些 物流的 這個費用 那個具體 要看地方才去算嘛 但是如果要 奧德賽的話呢 快迎過來 我們可以給 不同的方案 不同的需求 滿足大家 那說起 NPV 很多客戶 很多朋友 都在問 那個傳奇 118 最新的那台 插電孔洞 NPV 你們大車幫忙 這裡能得到 額外的優惠嗎 真的 不好意思 小弟不才 這台又新 肉熱的 NPV 產品呢 我們這裡確實 拿不到額外的優惠 所以我覺得實在一點 如果各位真的需要 這台車呢 不用通過我們 趕緊去你附近 最近的 傳奇的門店 去哪裡談 就算是談不到優惠 談點贈品回來啊 看看 這個交車時間 能不能往前去裸一點 我覺得對你們 都是個好處 所以 這台車要買的話呢就不用找我們直接去店你們就OK了 但是 如果其他的傳奇的車型呢 我覺得還可以找我們可以幫幫你的 比如呢 之前我們搞了個184架貴的時候 有一位客戶都說 其實我在對比的 不是什麼奧德塞 就是另外一台的傳奇 N8汽油版 其實也是20多萬能買到 所以我也特意幫大家去做一下 N8汽油版的行情 N8汽油版 現在優惠是 16,000到18,000 如果是公庫 就上公司庫的話呢 其實傳奇的N8汽油版 尤其這種N8產品呢 是優惠可以大一點了 優惠可以去到2萬 各位可以橫蘭一下 如果這一台N8汽油版 不是每天帶不用的 只是專門 要放假 7人出行的時候 才去用的N8汽油版 可能買一個汽油版的N8 你得到的空間 乘坐輸入器呢 還會更好一點 那如果各位還不滿足 想要插電捆動的話 19也非常的火啊 我們公司也買了一台 但是 現在年底的時候 我們去打聽了一下 19的行情好像縮水了一點 現在優惠只有一萬到一萬三 所以年底這個時候 可能不是買19的最佳時機啊 最後提嘴 只要你在我們大車幫忙 這裡去下單買車 買理想MEGA 小盆X9 仰望 還有極客007的朋友 除了能享受官方所有的政策方案以外 提車成功之後 很享受我們大車送給你的三個 我們官方的福利政策 給到大家 是不是一定比你 官方下單有更多的好處 好不好 如果各位想要這種車的話呢 記得 聯繫我們幫你去下單 得到福利更多 好這期大車幫忙節目 就到這裡 就再提醒一句 小盆X9的試駕車 我們已經率先拿到 準備在公司了 如果各位有興趣去 接觸去試駕一下 這台還沒有上市的純電APV車型的話 記得跟我們報名 期待在這個星期 跟你一起去試駕小盆X9 我